關節不退化 骨質不鬆 我是你的骨科醫師戴大維 你是不是已經開始膝蓋痠痛 會覺得僵硬呢 是不是已經有關節退化了呢 那在美國骨科醫學會呢 在2022年的時候 他有出一個退化性關節炎的治療指引 他就是來告訴我們說 到底哪些治療是有效的 哪些治療是沒有效的 那他把很多的治療都收入在裡面 那用過去研究的結果來綜合分析 看看這些治療到底是非常有效 或者是說可以試試看 那他把證據等級分成三個等級 一個就是有強烈證據顯示它有效 那另外一個就是中等程度的證據證明它有效 那最後一個就是說僅有有限的證據證明它有效 不妨可以試試看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看到底裡面有哪些內容 首先呢我們會來看看是 你自己在家就可以做的事情 還有復健物理治療要做哪些部分 那自己在家就可以做的呢 當然就是首推運動跟減重 那適度的運動呢有強烈的證據顯示說 它對於緩解退化性膝關節炎的進程 或者是症狀都非常有幫助 那這個運動包括是有氧運動啊 或者是一些主力運動可以加強大腿肌力的運動 所以如果你已經有退化性關節炎的症狀 千萬不要說啊我有症狀了 我有膝蓋痛了不能運動了 其實適度的運動反而是會對你有幫助的喔 那減重的部分呢就是如果你的體重過重 或是肥胖 當然關節承受的力量就會比較大 退化就會比較快一點點 軟骨也會磨損的比較快 所以如果你已經是肥胖或體重過重 記得一定要控制體重到一個可以接受的範圍 這樣你的膝蓋才不會常常發作啊疼痛喔 那接下來呢就是大家最關心的健康食品 也就是口服的膳食補充劑 那市面上有賣很多的膳食補充劑啊 那到底有沒有效呢 在這個治療指引裡面 它告訴我們說 這些是有限的證據證明說 應該是可能會有它的效果可以試試看 那不過它有列出說 這些膳食的補充品到底包括哪些 它包括了薑黃 還有生薑的萃取物 還有葡萄糖胺 軟骨素 還有維生素D 就是這五個東西 不妨大家可以試試看 因為它即使沒有非常大的效果 也不會有太大的壞處 那接下來就是局部治療的部分 局部治療的部分說穿的就是貼酸痛藥膏 或貼貼布 那這些酸痛藥膏啊貼布等等 它含有一些消音止痛藥成分在裡面 所以在局部使用的話 你的膝蓋就會覺得比較涼涼的 或許就會比較舒服一點 所以這個是有強烈證據 顯示說這個應該會有效果 所以各位不妨可以試試看 好那接下來就是 在我們行動的時候呢 我們穿著護膝啊或者是拿拐杖啊 這些也都可以幫助我們的行動更自如 那疼痛更減輕 所以如果已經有症狀的人 你要走很長的路啊 或者是要跟朋友出去玩啊 不妨護膝就帶著 或者是說就稍微拿一個拐杖 來幫忙膝關節的支撐 那這樣你的膝關節就不會受力那麼大了 那但是記得拐杖一定要拿在 痛的那一邊還是比較不痛的那一邊呢 這要拿在比較不痛的那一邊哦 那接下來是神經肌肉的訓練 那這個指引上面說呢 如果是訓練你的平衡感啊 你的敏捷啊 你的協調性啊 應該也會對膝關節的控制 還有它的疼痛都會有幫忙的 那所以如果你有認識一些運動的專家 或者是副健師物理治療師 不妨請他幫你訓練一下你的動作控制 那在接下來他還有特別提到說 就是一些自我的管理 還有接受衛教知識 那自我管理跟接受衛教知識 意思就是說呢 各位如果有接受到這些關節保健的資訊 就像各位現在在看我的YouTube頻道一樣 那看完以後呢 把這些知識內化成你自己生活行為的一部分 那這樣渴望也會對你的症狀有幫助 也會改善你的關節炎疼痛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看 在復健的部分 也就是物理治療的部分可以做什麼呢 在指引上面包括說是徒手治療啊 按摩啊這些也都會有幫助 那接下來在比較有儀器介入的物理治療 包括說雷射治療啊 一些電刺機啊 或者是說你可以自己去買一些低周波刺激器啊 或者是說一些現在新的體外震波治療啊等等的 這些也都對你的關節炎的症狀會有幫助 至少可以讓你的局部組織比較放鬆 那促進組織的修復 讓它不要一直在那裡發炎 那你的膝蓋就會比較好走 也比較不會那麼腫 所以復健這也是可以試試看哦 好以上就是你自己可以做 還有物理治療啊復健的部分 那在下一支影片呢 我會跟你分享一些藥物啊 注射治療啊 甚至是非人工關節的手術治療 到底對於退化性膝關節有沒有幫助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